天王新大樓倒塌 怪手持續進駐 除了努力堆高土方 穩定建築以外 另外也派遣了大型的怪手来预备 争取这最短时间进行拆除 强震重创天王新大楼 从制高点来看 震动楼严重倾斜和一旁建筑形成强烈对比 而塌陷的楼层全被挤压变形 内部装潢家具漫目窗离 就像被轰炸过一样 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掉楼 就怕会有倒塌风险 怪手持续进行补墙作业 待相关取样鉴定完毕 最快4月5号就要开拆 不过住户很心急 希望在那之前能返家一趟 取回个人物品 住户的部分他们也都有一直提出要求 但是我们还是要以 就是建设处还有图目机师 他们那边专业的判断为主 晚上睡不着也是跑过来看 看他们的家 其实大家都很心细的这边 不过后续要怎么拆除夜市一大问题 毕竟目前天王星大楼朝着一旁的酒店 和两家餐厅倾斜 对角则有观光顺地东大门夜市 若放倒也可能影响夜市出入口 恐怕会是不小冲击 而天王星大楼倒塌酿成一死悲剧 4号一早检察官就会同图目济师 和县府人员到现场勘验 要厘清大楼倒塌有无人为疏失 三顺旅艳王浩元和孟哲 林凯军有桃侯